受到疫情影响台鐵大減班 金融火車站貼出了公告 居家隔離人越來越多 5月份一共停止了96列去件車 就有民眾想從金融搭車回汽址 結果快等兩個小時才有車可以搭 對,還不方便 我剛剛有看車班 我準備12點回程的時候 本來有三班車,現在剩下一班車 所以我那一班車沒有做到的話 就勢必要等一個鐘頭 結果台鐵7日要擴大減班 再減少32列對號車 導致火車拉長距離 勢必要等待更久時間 會受疫情影響,那乘務人力有限 那這是上級政策決定的停止班次 那我們有貼張貼公告 也加強廣播,請民眾轉乘 或是改搭其他交通工具 金融的民眾都靠火車通勤 但班次越來越少 如果沒有看好時間,可能變成這樣 針對台鐵減班 讓基隆的民眾在下午的時間 有長達兩個小時 都沒有任何的班次 我想這樣子是嚴重影響到 基隆民眾通勤的權益 或許現在疫情有一些特殊的調度 但我希望好轉後 一定要回復到原來的一個班次的情形 更不要用減班來做民意 實際上的來慢慢的來廢除基隆火車站 我想這個是基隆民眾沒有辦法接受的一件事情 台鐵的減班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前兩天才看到有台鐵的員工 台鐵的駕駛 確診了還沒有辦法休息 這是因為司機人數不足的關係 再加上這段期間因為疫情 所以搭乘大眾運輸的人數減少 所以台鐵有一個減班的措施 這個減班的措施不是只有針對基隆而已 他是整個從基隆到新竹苗栗這個路段 全面的減班 那當然我們可以看到下午2點到4點的減班幅度是很大的 所以我在前幾天已經有跟台鐵聯繫過了 那台鐵也承諾未來要恢復班次的過程當中 會優先在這個時段恢復班次 讓市民有一個很好的選擇 那另外我要說的是 他目前的減班對基隆市民的影響 目前是在下午2點到4點基隆到巴督端 巴督到往南的仍然有相關的列車 他是有東部幹線發過來的 所以我相信對於市民來講 他有兩個選擇模式 第一個是透過轉乘的方式到巴督車站 第二個是搭乘快捷公車的方式到達台北 那我們期待這個短暫時的一個配套措施 能讓民眾能夠知道 那我剛剛提到了疫情結束 或者是我們疫情減緩之後 當台鐵開始要恢復正常班次的時候 我會優先要求他在這個地方的班次的運輸 台鐵對待基隆的市民 是這樣的一個方式 一來是整個三班的區間車停止 沒有做好確實的告知 民眾能夠在火車站等了這麼多的時間 那重點是因為基隆市現在很多的 其他替代的交通方式除了火車以外 公路都直接直達台北 所以這位民眾已經是沒有辦法的 要嘛就是等 要嘛就搭計程車 立委蔡世英也聽到民眾的心聲 已經幫忙和台鐵溝通 強調台鐵減班並非針對基隆市 現階段建議民眾可以靠轉乘車 或搭公車的方式減少通勤的不便 只希望疫情趕快過去 台鐵恢復正常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 請問一下